得身十方诸佛净土 因为世间很苦 老实说虽然我懂一点点佛法 我跟各位讲各位不见得听着懂 而且我也自己不见得我懂 因为呢只是反正书这样写 我就这样念吧 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正入空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这五卓二世最好的方便 那就是求生净土 知道世间苦 那我们可以享受暂时的安乐 有一点福报 那不要执着 要这个艳离心 但是呢要羡慕西方极乐 心要心 我要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我就可以挣得圆满的空性 不退慈悲 参见诸佛 学习菩萨道 将来我就可以像观音菩萨一样 趁愿再来 在五卓二世不被污染 安住在空性 念一下内观自在 内心里面观自在了 然后就可以外现观音 普度众生 所以这时候佛教 希望我们有这个方法 来修行 所以我们学佛一切都是为了所有众生 不为自己 想到自己 那是个烦恼 痛苦 你就会不高兴 高兴 不高兴 你就会有种种的反应 想到众生 我们只有一条 慈悲 他越坏 我们越要慈悲 要这样想 所以 我早上在我房间 看到一只小 那叫什么 壁虎 还睡觉 我房间哪有蚊子 这家妖怪 那 当然各位要 回想 我觉得他好可怜 但是也代表有缘 你看到的就跟他有缘 这一定是过去有缘的 只是他现在投胎在这个地方 我也不可能拿饼干 他也不会吃 所以那怎么办 他就会在那边饿到死 后来去洗手间去洗脸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地上有 有一个黑黑的点 我也想说他一定是 后来一看 一只死满久的小昆虫 就像飞蛾一样 后来我想了 老半天 飞蛾 失身法 你既然往生了 然后呢 我就帮你念一念 超度一下 然后你就布施你的身体 给那只可怜的 小小的壁虎 希望你们两位将来 同享功德 来 同享八万 再借功德 同身净土 所以他们都很 只是说 我会借这个机会去观修悲心 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我想这只小小的飞蛾在洗手间 往生两三天 然后那只刚出现了 那我们是看到两边的人 那各位你要跟他合为一体 这是飞蛾大概也是飞不出去的 然后在里面就这样 那只四脚蛇 壁虎 未来的前途不光明 但是 但是你把他丢出去 好像要找他还不太容易 只知道他这边跑来跑去 昨天我们在 我现在楼上 我们站勇士天天做烟共 有几块 昨天他告诉我 哦 叔 我再去走一下 为什么 我的烟共群 打开 一只鸟车给他看 我也给他看 两个人在那边 他居然可以跑到 那个地方 哇 这鸟鸟啊 腰屎啊 早上有点来 所以 当然我就想说 他既然爬得上来 那我就开始 布施给他 花生啊 饼干啊 结果当然我都没看到他 早上布施 中午吃掉了 晚上布施 早上吃掉了 所以心情就觉得 哇 太好了 我跟战友是说 还是要做呢 烟共要做 你也要撒 小鸟会来呢 那些老鼠也会吃那样 但无论如何呢 当然就是要培养这个 有形无形 平等的悲心 但是话要讲回来 我刚刚讲 对那只庇护跟小灰 我们是有惭愧心 我们请人祈求佛菩萨 加持他们 往生者离苦 做个私生法 就像我们两个礼本 前几天去改迁 伦伯切的禅修园区 会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次园区盖好了 伦伯切去那边 就刚好有一只蛇 已经死在那边 头还翘起来 然后伦伯切就说 那只蛇在等我 老伦伯切好像有一点感应 在等我 所以他就给他捏一捏 头就会掉下去了 但是居士说 师父把他埋掉 他说不能埋掉 这一只蛇 你给他移到树下 你就会看到他 慢慢很多蚂蚁会过来 然后蚂蚁就会把他埋起来 用土把他埋起来 蚂蚁就会慢慢的吃他 然后这只蛇 我们帮他做私生的功德 所以愿这只死掉的蛇 身体可以做这个布施 将来可以往生净土 也将来这些蚂蚁 就像吃到佛陀以前 做蛇一样的 这种身体的功德力 蚂蚁也可以解脱 这个是一个非常随顺 自然慈悲的方法 一般人就是说 把他埋起来 免得让他被钉 但是我们佛教徒 他也不会冲突随缘 随缘 所以这个动物 不要在路上给他 碾来碾去 但是他放在路边 草边 不要影响别人 他可以做布施的 你给他引导他 而不是说 当然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就像一只鱼 死在水里面漂流 它可能会被 其他的鱼吃掉 但是我们就观想替他 但是这个也是 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的一部分 人也好 昆虫也好 在生老病死 回归地水火风 让他产生一个功德 而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他怎么样 但是这些就要透过 发菩提心 空性的修行 诸佛菩萨的加持 才可以把不好的习性 变成一种慈悲的习气 有一些狗 你骂他 他还是跟你咬尾巴 有一些狗 你不要说骂他 你还没骂他 就哄哄哄了 因为他们的习气不一样 所以有些是 一辈子都温柔的狗 一辈子都在叫的狗 那我们必须要培养 那种温柔了 反正我看到你 先咬尾巴再说 所以表达善意 就算他被杀了 有些忠心的狗 主人在杀他 他也不怪主人 他也不知道主人为什么要杀他 很痛 但是他还在对主人摇尾巴 真的有这种狗 所以我们只能让 希望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但是对过去的贪生痴 乃至现在的夜暴 烦恼习气 要决心要改 也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也希望大众的提醒 互相提醒 让大家都可以进步 所以修行有一点要记住 比如说我刚念到这个地方 我曾经看到有人 就是说他的父母或师长生病 他就故意装都不知道 这样就 当然各位 我们看到这种事 你有时候会 会抱怨 这也不对 就是说 对可怜的老人家 跟对造了这个恶业 这个心绪的年轻人 要同样的平等 比如说 你三年前被一个人欺负 说的这 我撞不住 那你等于你那个恨都还在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我认识一位 有一位企业家 后来说他要出家 后来跟我们跑了几个月 但是他发觉 哇 他以前是老板 就是现在进入 进入佛教里面 笑人 哇 今年跟他说我不对 他心里就很不舒服 就说 我如果没出家 我找到你怎么 那意思 我后来 他又讲了两三次 在我面前又讲了一次 我跟他说 某人你可能现在 还不适合出家 因为你心中 还是有那种可怕的力量 意思是说 你跟他撞他 他说我没办法 问题 心就是有这个想法 声闻是讲外表 菩萨是讲心态 你的心态是 你要办法 你已经犯戒 你已经把他杀了 那我们修菩萨道 不能如此 所以各位不能把别人的 对不起你的地方 一直放在心里面 会不会生病 对 那个脸就怪怪了 被老公欺负的脸 看得出来 被人家倒前的脸 也看得出来 因为你就一直放着 一直放着 虽然你没有欺负别人 但是你耿耿于怀 这个就是你没有思维因果轮回空性的道理 这个是个因缘果报 你过去对待他的 但是你现在被对待 你很痛苦 没有错 但是你要有惭愧心 因为那你要去思维 无我的空性 不然你永远这个基因 都在你的意识里面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学佛了 我不会去伤害别人 但是我对于别人过去对不起我 耿耿于怀 讲了说咬牙切齿 那天有个女菩萨 不知道被法师 大概念了几句 来跟我讲话 叔父 我没有恨他 我就快跳起来了 我认识他那么久 没看他这样 讲话就咬牙切齿 我没有 那我说那你怎么样 我退转了 我说你怎么可以退转 人家佛陀还没退 他可能法师有点劳累 可能讲话比较那个一点 有可能你也有错 对不对 但是那你这么在乎 虽然你没有要报复 但是你已经决心要退转了 而且你讲给我听 那就是这种报复 你要去 要我去骂那个法师 所以因为你在我面前很生气 让我看得很伤心 因为就像我看到那个小壁虎 也很伤心 他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说你要退转 不来了 但是你这么伤心 对我来讲 我也会很难过 因为佛菩萨绝对不想要让你这么 希望你还是继续修行 我想各位这一点 主意就是说你在遮难 特别我们今天守八万灾戒 各位要用菩提心来守八万灾戒 不能用个人的解脱 虽然我讲的是八万灾戒可以升天 八万灾戒相应解脱 但是都不能用这个想法 把这个世间的福报 做皇帝有钱 把这个解脱回向给众生可以 那你自己还是要保持一个菩提心来受戒 不然你就退转了 我们追求成佛人 不能追求人天福报 不能追求个人解脱 但是所以你的内心里面 一直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记住某人 或是有些人不是这一辈子 上辈子就被欺负了 所以这辈子会怕 这个叫天生的精神的自闭症排他症 因为所以他就要用什么 催眠 西方人用催眠 把他过去式的记忆把它化解一下 不然他就化解不掉这个 我不会否定这个催眠 因为只要他动机正确 只要他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在这一点 我只能说各位说 当我们忏悔以后 而且把这个遮难消除了 我们现在念一下 百分之一百 从内心里面 归一三宝 要真心的这么做 不再用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超度是从内心完成的 超度 不是你 似乎我已经念了几十遍地藏经 你怎么给他说一遍不太多 我说你念地藏经有福报 但是你内心没有用地藏菩萨的心 那你没有地藏菩萨的心 对方就不原谅你 当初你是因为 这个某一个贪嗔痴 把他给伤害了 杀了 那你现在你的心绪还在里面 虽然你想要消除这个病苦 但是你的内心 对方就是不原谅你这个心 所以有一个菩萨说 我如果要参加法会就生大病 是吧 生大病 法会完以后就好了 那我那天听杨老师讲 因为你的冤心在做 知道你还在参加